好,那要給各位上四川,我們剛剛講過 當你想要學會一個程式語言的時候 你第一件事要先學會怎麼寫Hello Word 那我們就來寫寫Hello Word 那其實我這邊已經開了一個Visual C Sharp 2010 那我先告訴各位 其實各位現在所下載的版本應該會是2012 2012,那2010,如果你電腦比較好 2012應該OK 這個電腦比較不好,比較舊 那你可能可以考慮灌回2010 因為這樣你才不會一直等,速度不會太慢 那你用2010或2012其實用法差不了太多 但是裡面的內容是有點差異 像2010比較簡單就這個樣子 五個東西而已 那其中一個是命令提示支援,就是DOS 那另外一個我們用的是這個 Visual C Sharp 2010 Express 你只要點這個就可以開始進去寫常識 那如果你問的是2012版本呢 那你就要點的就不是什麼C Sharp Express 你要點的是這個Visual Studio 2012 但是我們現在電腦釣視罐的這個版本應該是專業版 也就是要錢的那個版本 那你自己去下載的呢,還是會是Express版本 也就是說Visual Studio 2012 Express 所以功能跟這個是有一點差異的 那這個比較強 那你自己下載的稍微弱一點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的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你從頭到尾可能完全感覺不到 因為你不會用到那個很強的那種功能 所謂的強的功能可能是100個人要合作 才會用到的那種東西 所以你不會用到那種東西 那往這邊點下去有個東西你會用到的是 這裡有所謂的命令提示資源 那你有時候會需要開發 需要用這個命令提示資源 特別是在寫下Hello Word這樣的程式的時候 但是呢,我今天就不示範那個 我今天就直接用2012的整合開發工具 因為Visual Studio牆就牆在它的整合開發工具 那我就用整合開發工具先來示範一下 怎麼樣寫Hello 那你可以看到即使我們這邊電腦的等級是iMac 它居然還要載物件這麼久 所以如果你的電腦等級比我們教室差 那你可能要考慮用2012會比較快一點 那它有太多太多的奇怪怪複雜功能 所以它的東西相對非常吃CPU資源 所以如果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我可能會用回2010 因為這個是在不太累的領案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就用它吧 你看還會造成沒有回應的狀況 因為它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吃CPU 會亂 在2012這個版本 搞得太大了 好,那再來 新增 檔案新增這裡 你會看到有一個 這個專案 好,請你點轉按 好,點了之後你會發現 哇,怎麼這麼多 我到底要選哪一個 那因為C Sharp是微軟的主力元 各位可能有人聽過VB 微軟Basic 但是事實上 大概在2002年之前 VB是微軟的主力元 應該說四川的主力元 但是呢 到了2003年之後呢 就已經完全轉向C Sharp 所以 C Sharp已經 十年來都是微軟的主力元 OK 那各位呢 不用看下面這些 下面這些基本上呢 我們都很用不到 它有很多各式各樣的用法 寫Web程式也可以 寫遊戲程式寫那種 又是各樣的S Plus 或其他的 那我們會用到的就是 前面這三項 前面這三項 那我們這學期會用到的就是 Windows Home 這一個 那比較新的視窗其實叫WPM 但是相對的也比較複雜 那我們如果 這學期到啟動考之前 可能主要會是在主控台應用程式 因為你必須要先把一個語言的 最基本最基本的語法 學位 再來做四川文甲 不過我今天會先示範一個簡單的視窗給各位看 那我們先用主控台應用程式 點選之後按確定 那你可以設定你自己的資料夾 或者是用它預設的資料夾也沒關係 你可以換 換的話你會比較容易管理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選在 就是我選在這裡 這裡呢 我開一個 b-shop 好那個警字號那個符號英文念shop 那b-shop資料夾裡面 我建立一個叫做Hello Word 就叫Hello就好了 那按確定 這個路徑不存在 抱歉我應該直接選這個就好 好選完之後呢 我這邊專案的名稱就叫Hello 那你會看到它的位置呢 是C-shop 然後呢 專案名稱是Hello 那這裡有一個勾 就是為你專案建立目錄 這通常我們會打勾 那如果你不打勾的話 它就會全部放在一起 那所以比較不好看 所以還是用打勾的方式 那接下來按確定 按了確定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幫你建立轉案 那預設呢 就會幫你引入一堆還是酷 其實這些我們用不太到 那你不刪也沒關係 刪的也OK 那c-shop的命令領 就是類似冰的Apps 那種東西 它都是放在Console這個物件底下 放在System的Console 系統 就是這個System的Console底下 所以當我打Console點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它會自動提示 這個比C元的開發環境 各位所用的FC++ 可能要強上很多 OK 那它會提示 提示什麼呢 然後我繼續打 好 Console點Dry9 這是我所要的函選 嗯 然後呢 印什麼呢 印什麼 好 好 其實人家喊了誤後的中間 應該會有一個多號 好 我們就這樣 來應付 好 我就儲存 儲存 請注意喔 它現在你一次專案建築來之後 它不是一個檔案 它是一堆檔案 已經有很多很多檔案 那 你不要覺得很訝異 因為這種開發工具 很強 它已經幫你 整個檔案結構都組織很好 好 那 比如說你要放一些圖啊 什麼資源進來 你都可以放在這邊 這些地方 好 好 那或者是引用檔 都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好 好 那這裡 我們要怎麼執行這個程式呢 如果我現在執行 你就會發現 欸 快快 為什麼呢 因為執行完 我怎麼沒看到 好 那為什麼呢 其實它有執行 它真的有執行 對 它真的有執行 但是你沒看到而已 那執行完啊 就是會有停啊 有停我看不到 好 那我要怎麼讓它停呢 你看這裡 你可以點選 在 前面的這個微色的地方 我點一下 它就會變紅色 再點一下 它就會不見 好 那變紅色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追蹤這個程式 讓它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 我希望它停一下 好 那這叫中斷點 中斷點 那停一下呢 你就可以看到 OK 它執行完了 也中斷點 你看這裡有個黃色鍵號在這裡 它確實中斷 它問題是程式的輸出在哪呢 在這裡 好 Hello Word 音在這裡 OK 好 那這是用 整合開發工具 再開發命令列程式 那很簡單的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Hello Word 但是 有時候 寫命令列程式 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級的工具 所以有點像殺雞在用的扭刀 那這個真的是一隻大扭的扭刀 但是 我們 我們 一般人還是會習慣這樣子 那 即使是賢命令列程式 還是會習慣這樣子 因為你也可以追蹤 那而且還可以出錯 譬如說呢 怎麼出錯 各位看這裡 這個工具很強喔 強得不得了 那這裡有所在的徵錯 按開始徵錯 那就開始徵錯了 那你也可以按逐步執行 它就一步一步執行 那如果你逐步執行的時候 不想進入海數 你就按一個C 想進入海數 就按一個C 切斷中段點就按一個C 那我們來做一次 逐步執行看看 好 我現在逐步執行的 你可以看到 它一開始進來 放在這個第一號 的括號裡面 好 那 它這邊 這邊說 逐步執行是F11 所以 我們就按F11 好 你結果看到 OK 這樣執行到這一排 再按F11 就執行到下一排 這時候你 打開 它是有Hello World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有沒有Hello World 一開始其實沒有 如果F11 好 這時候呢 這個 Hello也出來 但是呢 適中也出來 但是Hello World 沒出來 這就代表 它還沒執行到那邊 然後再按F11 這時候其實也還沒執行完這個 所以它還沒出來 再按F11 這時候執行完 它就出來 OK 所以你可以一步一步執行 那這 對各位呢 學習會有很大的幫助 即使是你 你是用來寫 譬如說像資料結構啊 那種程式 各位上資料結構的 還沒 還沒 正在上 那你學資料結構的時候 如果 老師允許你用這個 那你在除錯的時候 會道別的時候 OK 但是 一般你們可能還是用C吧 是吧 今年資料結構用什麼 還沒上不知道 OK 一般可能還是會用C 用C的話呢 你就要小心了 因為那個錯誤不好找 錯誤會不太好找 如果用這種環境的話 錯誤就比較好找 其實 這個環境裡面 也有C的電影器 也可以這樣子追蹤出錯 所以如果你寫Visual Studio 也可以 但是 可能你要適應一下這個環境 因為它跟F11 是完全不一樣的用法 好 那這是一個最簡單最簡單的 Hello Word 現在就請各位 動手寫一個Hello Word 在你的電腦上面 我們就這樣子交互的 一個程式一個程式來介紹 好